全红缠和教练队友们在西安玩得很开心 兵马涌去了 长恨哥看了北京时间2024年4月27日星期六消息 西安又来了 全宝儿还是那么可爱 去年的比赛大家还得记得 全红缠接受采访时 一个女观众一个劲地喊 407 207打低了 全红缠听到这叹了一口气 像个小大人的模样真是可爱 太多人从2021年7月的奥运会 陪伴全红缠到现在 几乎算是看着她长大的 生于2007年的全红缠 第一次亮相奥运会就拿冠军是14岁 而郭晶晶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年龄是15岁 随后全红缠多次来到西安比赛 包括全运会 包括2023跳水世界杯 2024跳水世界杯 这一次在西安 全红缠又长高了一些 在跳水领域 运动员的身高困扰 就像京剧演员嗓子的倒舱一样 需要突破 中国跳水队有很多办法 但是运动员长高的问题 还是多多少少会带来影响 全红缠这几年心态很稳定 训练态度也很认真 当然成绩稍微有起伏 也很正常 他比两年前更成熟了 也可以想见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 西安的比赛 全红缠在4月19日的女子双人10米版比赛中 和陈玉希配合默契 收获冠军 随后 在4月21日的女子10米跳台中 全红缠以总分410.70分拿到亚军 陈玉希以总分443.20分拿到冠军 全红缠在207C向后翻腾三周半的比赛中 出现了一些瑕疵 落水控制的不好 这个失误让他与陈玉希的分叉拉大 不过没关系 相信巴黎奥运会倒计时这100天内 小泉可以把自己最好的状态和潜能激发出来 在赛后的发布会上 有记者提问 冰马勇看了吗 西安 在跳水世界杯开始前 全红缠 陈玉希等队员 以及教练陈若霖等 就去到了西安古城墙上参观 面对壮观的西安城墙 全红缠满眼惊讶 不住的赞叹 当然 西安的小吃虽然很美味 可能是因为备战巴黎奥运会的因素 中国的运动员在饮食上 要求是会非常严格的 而在跳水世界杯结束后 全红缠和队友们 终于可以稍微在西安 简单玩耍一下了 冰马勇 去了 全红缠拿着手机 兴奋地拍照 记录 随后 跳水队员们 还去看了很著名的长恨歌 全红缠全程拿着手机摄影 观看得非常认真 结束后 小姑娘挥手致意